北京时间9月18日,第七十届爱美奖颁奖典礼,在洛杉矶举行,作为电视界的奥斯卡,每年的爱美奖都是欧美剧迷们的盛宴,除了绝逐激烈的奖项,齐聚一堂的电视界明星,在红毯上的造型也是关注的焦点, 这是个群星睁眼的好地方,既可让十八件小明星爆红,也可让一件女明星掉粉无数,所以总有人想靠造型吸引更多的关注,可谓使出浑身解数,但有时候用力过猛,一不留神也会失手,有些造型尴尬的让人不忍直视,下面笔者就总结出这件爱美奖红毯无丑,一起来看看嘛, 一,斯嘉丽约翰逊,玉炮在大家眼中的斯嘉丽,一直都是以女神,性感,美丽等印象,说起斯嘉丽,大家都会想起黑寡妇,在漫威电影中,一位性感美丽的超级女英雄, 在看了她出现在爱美奖红毯时,却被网友评论称,岁月是把杀猪刀,斯嘉丽约翰逊真的老了,不仅脸部皮肤不如从前,眼部鱼尾纹也清晰可见,眼带明显,法令纹也非常清晰,而且斯嘉丽的礼服也被吐槽太像玉袍, 还有网友看了奇葩设计,担心玉袍随时会掉下来玩,蒂凡尼哈迪斯,遮阳散还记得笔者之前分享过女人,就像一栋房子的脱口秀吗? 表演者蒂凡尼哈迪斯,蒂凡尼哈迪斯,犀利把气的口条令人印象深刻,除了嘴上功夫了得,蒂凡尼哈迪斯同时,也是因为演出电影,嗨凡姐妹型,而获得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配角,而这次的爱美奖,她当然也没缺席, 可以直接封为今年爱美奖最缤纷的女星,直接把遮阳散穿上身,不给她一个名次实在说不过去, 三,詹诺依福露易斯,运动装着红毯都说穿穿礼服走红毯是标配,但是女星詹诺依福露易斯却偏偏不,直接穿了一身运动装搭配运动鞋,走上爱美奖的红毯走了一圈,而且在所有争其夺艳的女明星之间,她的造型脱颖而出,穿着运动装走红毯,酷不酷? 但说实话,确实丑 四,莱蒂西亚莱特,窗帘相信看了漫威新电影黑豹的大家,对于影片中的公主舒立想必有着深刻印象,由莱蒂西亚莱特饰演强悍的舒立公主,几乎让影迷一片叫好, 而她也在本届爱美奖上,凭借美剧黑镜入围最佳女配角,一身白色蕾丝相襟编短礼服,不知道还以为是在相应环保,直接把窗帘布回收改造穿出来了,果然是瓦甘达出来的公主呢? 五,吴田敏运服装第七十届爱美奖,亚裔话题继续抬头,菜鸟新移民女主角吴田敏,从小萤幕迈向大萤幕,更成为好莱坞人气电影,疯狂亚洲富豪女主角, 今年第七十届爱美奖,也邀请吴田敏出席担任班奖嘉宾,继续展现爱美奖对于多元文化的成果,而作为这次参加爱美奖担任班奖人的唯一华人女星,吴田敏也相当重视,先别说亮银色的特别设计好不好看,这肚子真的很明显。